是的,Sandy,幻章片就看完了。 現在我們要向各位觀眾介紹今晚的節目了。 今天我們有訪問節目《時事一週》社團簡報和片集《提昭音源》第六集。 好了,現在就請各位跟觀眾首先欣賞由彭聖堂訪問的卡吉利警察華人社區服務部的代表陳百倫先生。 各位觀眾,我是彭聖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唐人街有一個卡吉利警察華人社區服務部。 這個服務部是設立在五家大廈中心裏面的。 大家都會這樣想,到底這個服務部是為什麼要設立在唐人街呢? 同時它有什麼服務可以提供給我們呢? 我們很高興今天能夠請到這個服務部的負責人陳百倫先生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陳先生,代表卡成華士歡迎你們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陳百倫先生,這個警察華人社區服務部是到底設立的目的是什麼? 以及它的工作繁忙是怎樣的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觀眾講一講呢? 因為華埔是一個主要的社區,警務處為了幫助華人對警察工作的認識, 以及方便他們聯絡各政府部門,所以設立這個服務部。 那即是說呢?如果是有些華人,他對法律上有些問題, 或者有些投訴,都可以找陳先生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呢? 是的。 但也有人說過,他說,你故意在華人, 厲害吧?!